这只牛体表面有个大洞,并且沾满了米田供 想要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需要拿小刀割开查看 牛圈脏乱潮湿的环境,导致牛体脚趾变软 容易细菌感染,或者被尖锐物刺伤 内部已经溃烂,现在要将溃烂周围的脚趾剔除 让伤口裸露出来,周围已经开始有浓血顺出 经常有人会问牛兄这样会不会疼 其实,这和我们剪支架一样,受伤后会很痛这是事实 但治疗不及时就会恶化,到时候蔓延到腿部就真的要窒息了 师傅将溃烂处的腐烂组织刮去 这些东西会引起二次感染,必须耐心清理掉 接着用不撒干净浓血,这一下仿佛弄破了大动漫 浓血大量的涌出 浓血排干净对伤口愈合也有帮助 于是师傅帮牛蹄做起了足底按摩,促进血液循环 接着用打磨机将左蹄打磨平正 左蹄的角色颜色就很健康,整体呈现米白色 然后穿上护甲保护,能够避免伤口与地面接触 支撑牛的日常行走,往伤口上撒药粉 确保每处地方都要抹伤 最后,用透气纱布包裹起来,就算完事了 师傅十天后会来复查 喜欢本期视频的,给个三连支持一下吧 感谢您的观看,咱们下期见